歡迎光臨,歡迎跑馬四林靈的頻道 這星期轉播黑蘭茲利錦錶 晚上轉過英國賽事 剛剛過了一個星期,都是7加2 七場新加坡,兩場英國 我們還未講黑蘭茲 因為黑蘭茲找到早時幫忙 跟我們做preview,可能兩至三場 預計暫定,可能是星期六早上 但時間上我們稍後有機會再公佈 但還未講黑蘭茲,時間上早 我們不如說一下香港的星馬騎煉 張先生,上一兩個月 已經跟早時談過一下 所謂星馬賽馬 我就不再講當地 因為我只是去過先後三次 馬來亞,美國也只是在新加坡 所以都廢話,又不是很熟 我今天要集中講 其實是來過香港的港澳 港澳的星馬列馬斯 好嗎? 好嗎? 給大家回憶一下 有些可能大家已經忘記了 我們掌故拿出來講一下 希望給一些軟性的資料 大家知道一下 幫助不到你現代 怎樣選擇馬馬 就來選馬 沒有關係的 首先 我經常講了很多次 譬如去1950年代 全亞洲賽馬水準最高 不是日本 是印度 這是必然的 這個不想像 在1950年代 全亞洲賽馬水準最高的地方 是印度 第二 都未必是日本 應該可能是新加坡的 在60年代 至少 我這樣說 去60年代 日本的賽馬水準 不一定比新加坡高 新加坡又比香港高 因為香港的職業賽 1971才開始 新加坡的職業賽 幾年開始 我忘記了 總之 他也沒有掛正式 什麼叫職業或者魚魚 總之 他有這麼多東西 我們香港 就立刻 一個日子 我們從今天開始 叫職業賽馬 就是1971 如果我們香港職業業魚時代 在60年代來說 新加坡的賽馬水準 一定比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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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香港馬場發育局 是小很多的 它舊的那個 武吉芝馬 是大很多的 是靚 是接近現代馬場 比較多的 那就是其一 第二點就是 我們最清楚了 我們的 英國名將 柏國 是大概 我們職業賽之後 第一、二季 大概是 七、二、七、三年 才來香港 客串 在國際騎駟 但是 柏國 整個六十年代 在英國 在英國 就去印度 客串 甚至去過 新加坡 客串 最後才來香港 你可以知道 為什麼 新加坡的水準 是高過 香港 少少的 高過少少 普通 好了 但是我們小時候 就不明白 我們六十年代 我讀小學 或是初中的時代 我已經留意賽馬 因為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我出自賽馬 世家 不是我家賭馬 而是我先父 是連馬師 我的細速白 多數都是華直連馬師 好了 我有留意 雖然當時沒有馬經 但是拿著《日報》的馬經版 都有些東西可以看到 當時有個特色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有個客串騎師 香港現在的騎師 客串很多 馬會 專門請來 或者是大賽 那些 為什麼在 六十年代 有個客串騎師 那些客串騎師 其中有兩個 我不記得另外一個 但是有一個 我是很記得的 是來自馬來 星馬的 我當時都不知道 什麼 新加坡也有馬來亞 我最初是華人 他的名字叫梁韜遜 梁韜遜每年來客串幾個禮拜 有時有買贏 有時沒有買贏 他又不是每年來的 總之他是 每加兩年 可能是離騎三兩個禮拜 幾個禮拜 這個 很老一派的馬迷 可能 都未必記得 因為他 因為不是長期拆騎 那些客串而已 但我當時也記得 聲馬騎師又來 華籍騎師又來香港 黑串 這個不是奇的 聲馬和香港的關係 在70年代之前很密切 簡單來說 邱志強 都是馬來西亞的門將來香港 踢了十年 是吧 還有我們 我們在港大畢業就知道了 港大在醫學院 在五、六十年代 差不多有 十分一 或者更多學生 是來自南洋的 來讀醫的 這個我們最清楚 那個關係很密切的 很多很多那些 我們叫做 醫科學生 是這個 南洋 回來香港讀書的 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很密切的 覺得不奇怪 騎師方面 梁韜信 我想職業賽都沒有來過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是職業騎師 究竟當時西加坡有什麼好騎師 對不起 我不知道 因為當時的資訊太少了 我也沒有興趣找回來 當然 我也曾經 納過一些 新加坡賽馬 檢視 但跟我無關都忘記了 不要理他了 OK 我們來完之後 梁韜信 然後職業賽 來了兩個很重要的 馬來西亞技師 應該不是新加坡 可能是馬來西亞 我不確定 究竟是檳城 還是新加坡 就是尖亞健 華籍騎師 都騎了很多年 贏了利士吉 第一屆女王杯 所以大家會記得 這個比較好 你應該叫做李明陽 然後又是李 但是這個 真的很普通 尖亞健 勉強都可以說是前十名 李明陽是十幾二十名 很普通的騎師 一年來客串 都贏了三兩場 不厲害 但是都有 自從這兩個 回到尖亞健 又在那邊墮馬之後 都跟著 我們都差不多 沒有機會見到星馬騎師 一段日子 直到大家知道 在香港邀請賽 國際賽前身 將軍決定 我們要逐步推行 第一步就是 講星馬對抗戰 所謂星馬就是新加坡 因為馬來亞水準 比新加坡低很多 當時都是MRA Malaysian Racing Association 他們選馬 多數都是新加坡 於是大家最印象 最深的就是 愛倫大隻 殖民壽章 來贏馬 是吧 這個大概是八八九左右 大家都應該有人 中後期 八十年中後期 大家就 教多些人知道這些東西 會記得的 我們不重複了 跟著愛倫就來香港 大概八九九年 不記得了 曾經去過英國紳士場 都說去過愛倫的房子 愛倫已經當時在香港 未到香港 可能還在新加坡 還未來 去那裏 坐一會兒 歇一腳 當時的房子 租了給高東來住 在那裏 聊天 喝杯咖啡 當時才知道 愛倫 我們都知道 愛倫大概的人 詳細就是 到時候再清楚 多些 愛倫就是 她的視野不僅是新加坡 她是一個世界賽馬人 她在英國都有洋馬 雖然是新加坡連馬斯 可以叫隻手車天 可以叫隻手車天 搞到當地外圍人 沒有一口好吃的 這是事實的 愛倫的事實 當地不是香港 不關我的事 愛倫就 原來她 在八十年代 已經養了一隻馬 Comanchi Run 是贏了英國聖列治 另外呢 就是 到1990 八九九九零度 兩隻馬都很好 City Dancer 當然 後來發覺 真的不是一級馬 三級馬 都養過英國 兩三隻名區 愛倫 所以她在New Market 買了一間屋 不是亂來的 真是有料到的 但大家很多人都不敢說 也都已經成歷史都沒有所謂 是事實 我都說 愛倫呢 曾經 在新加坡 在自己家門口被人開槍 開了三槍 不死都大 即是奇蹟來的 是喔 中了三四槍 在自己家門口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這些就是這麼多 愛倫的功力 好神點 不好神點 大家慢慢 用事有眼光 他當時來說是厲害一點的 他充現手法也很獨特 即是和阿簡有他那一套 愛倫也有另外一套 愛倫的馬 能夠把電話全部上口 長途馬跑短途 大家記得金銀城 或者其他 長途馬跑變短途馬 也可以的 他是獨特 愛倫還有一個獨特 大家也不怕說 是事實 愛倫是不入馬房做事的 嗯 他每天 他每天 不入馬房 意思是他不入馬扣裏面 他上班 就是 即是他自己 就去看神租 當然了 看監督租 那麼他不會入到馬房 仔細看一馬的 他留給馬房 副電做 那麼他只是負責 站在馬房外面的沙圈 看馬走 找人拖著馬走 他就這樣 他就以為是看狀態的 他就不是走近 進到馬 隔裡面 看一隻馬 他沒有馬房 愛倫從來沒有馬房 那麼他有獨特的手法 那麼 好東西來的 在九十年代好東西 但是我又覺得 即是 如果愛倫翻生 今天也不夠跑的 即是他不進步 即是 即是配合不到時代的飛機 就是這樣說 即是這樣說 但當時說他真的好東西 好了 好了 講完了 那麼 愛倫來 就 早幾年之前 其實已經有第一批的 比較沒有那麼TOP的 星馬騎連去澳門的 澳門的 澳門開波的時候 有兩三 好像有兩個 兩三個 三四個左右的 這個星馬騎連的 第一個 還有一個 我最記得就是 還有一個 但是誰的成績好 那個叫陸鎮峰 陸鎮峰 是第一代 是挺TOP的 那麼他自己帶了一個騎師來的 但是應該帶了邱炳安 邱炳安 當時都是新加坡前列的 不是冠軍 但是最好三兩個 的騎師 就去澳門拆騎 但是他們玩了三四季 都不如走了 那邱炳安 現在回去 其實都沒有多久 已經轉了 很多年了 這個就是 自之後都很少了 最後一個 來自新加坡的名將 就是莫雷拉 如果不在 如果不在新加坡發跡的話 他未必來到香港 就是這樣 基本上 我們說回這些懷舊的事情 就是說 其實新加坡 在80年代的時候 的水準 都還是 跟香港沒有分別的 六七十年代 高過香港 高過少少的 但是看著邀請賽開始 將軍的鴻圖大計 我們要在90年代 將香港賽馬的質素 大幅提升 有一個 十年八年計劃之下 然後 超越了新加坡 幾年之間 將他彈開幾個馬位 去到 上世紀 那時候 大家都 只用新加坡 跟澳門 來做比較 你不可以 跟香港比 你不可以 跟香港比 但是 說我們自己 像香港一樣 養救馬來跑 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因為始終 我們 卡拉撒 新加坡 新加坡人 是不喜歡 賭馬 新加坡正宗的華人 是完全不喜歡 賭馬 不喜歡 這個文化 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沒有難改 沒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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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當年 搞 星行 國際 搞幾年之後 哪有這麼多錢 你 你 你 可以 扔 星行 也是國家 你 你 贊助 那些 贊助 你就不要搞 只有贊助 都沒有成效 於是大家都 都不贊助 星行 都不贊助 哪要搞大賽 所以 大家現在又縮 又減獎金 那些都是 那 蘇加坡是他們的頭 其他三大馬拉的地方 早市也介紹過 只有這個 雖然是 KL 是大跌 其他兩道都是 很小的 有少馬 是 現況的 我就不認識 也都 早市也介紹過 我也不重複 我只是想大家 重溫舊夢 原来在60年代有个新加坡骑少梁涛逊来过香港骑的 整个黑串 现在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来黑串 因为新加坡是写冬的 12月不跑的 我当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来黑串 因为无端来黑串 原来很简单 写冬的时候就来香港玩几个星期骑下 哦 这样 明白 这集我们先聊到这里 欢迎订阅这个免法频道 和鼓励点赞给我们 亦都欢迎生活会员 生活会员的方法 可以在youtube文字帆里面的链 我点进来就知道 生活会员的方法 这是第一次 这个星期六的早上 大家暂时没有时间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就会再尝试通知大家 在youtube上面 会有黑串之一 你的感表日的前瞻 那我们到时再和大家见面 我们这里就这么多 先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